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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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白董 那在12月3號 晚上我在朋友那邊滑手機 就看到我們這個 玉龍的眼開胎先生 然後他過世了 那時候覺得好難過 所以今天一樣是來開箱 但是就是跟我們這個 玉龍有關係啦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開這個 納字節的這個模型車 那我們今天一樣也是來開 這個納字節的模型車 但是呢我們今天開是開全套 就是從這個M7啊 U5 U6 U7 A3 S5 然後全部都來做一個 簡單的開箱那 因為大家知道納字節啊是 我們這個顏凱太顏董 他就覺得我們台灣人要有一個自己的品牌 要從這個代工呢 然後走向我們自己的品牌嘛 所以他成立這個納字節 然後呢納字節所有的車款 他都有出模型 那有出1-43的 還有我們每次之前開這種1-18 比較大台的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開這個1-43的 然後就在這邊 好就是這邊 這個是納字節全套的1-43回力的模型車 那不要看他是好像 講到回力車就好像是小朋友玩的一樣 其實他雖然不是合金的車殼 但是他的做工啊 一些刻線底盤呢 他都有還原的出來 這是全套所有的顏色 我都有收集到 而且不容易收集 像這一台白色這台 其實是我跟一位在芋榮公司組裝的 然後呢他自己有收集 芋榮公司的那個模型車 那我知道他有 我跟他爐了一兩天 然後他才願意 把他賣給我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一整套收集起來也是 不太容易 那我們現在 先來一一的為大家做開箱 然後做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 開箱的呢 就是MPV 就是納字節的最大台的這台車子啦 N7 那這台呢 也是納字節2009年8月19號 發表上市 納字節的第一款車子 然後他是一個 標準的七輪座 不是5加2喔 那有看我們的影片呢 也知道我們是這個 納字節N7的車主 因為很多影片我都會講說 希望可以找到這個1比18的這個N7的模型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雖然沒有1比18呢 也還有1比43的呢 來可以給大家開箱 大家可以看喔 不要覺得說 他是一個塑膠的模型車 就好像做得很隨便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底盤啊 也做得很精緻 像這個備胎的部分啊 然後一些排氣管線 有沒有在底部呢 都有做還原 而且啊 可以看一下他前面這個 水箱物罩這邊 比較細的這個地方啊 他這個鍍克絲條呢 也有把它給呈現出來 然後呢在後面啊 旁邊這個LOGO LUSGIN 這些啊都有把它做出來 但是啊以這個小車來說啊 他的這個旁邊 車窗的這個地方啊 應該照理說 會有這個鍍克絲條的裝飾 這邊他就沒有把顏色呢 給做出去 那這一台呢 N7就是LUSGIN的第一台上市的車子 然後呢也是我們家 呃現在有在開的 然後我們現在開了三年多 應該快十萬多 快十一萬公里了 到現在都還是很好開 很好睡 那麼第二台呢就是這個 LUSGIN出的第二款的模型車 U7 那 U7呢是 2009年同年發表 好像2010呢 然後才開始上市銷售 然後他是一台 算是中大型的SUV 然後呢那時候呢 他就有發載了很多 一些什麼現代的科技啊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看到 出了U7啊 那時候他就有跟我講說 因為他的之前那台車是 芋榮的Centra嘛 然後呢後來看到那次街出了車子 然後又看到這個U7啊 他那時候就說 他覺得他這輩子啊 就是想要 開一台這個 納字節這樣子 那可以看這個U7 也是做的 算是蠻精緻的 好跟剛剛一樣 該有做出來的地方呢 也都有把它給做出來 像他這個 琥珀金的顏色啊 有時候我在那個 高速公路上面啊 車子開過去啊 然後太陽照射的時候啊 他這顏色有時候我就覺得 從後面看起來 很像那個麵包 蠻可愛的 然後實際 這台車子呢 真的實際看到啊 你會覺得哇 超大一台的 OK 那麼接下來呢 來開這個 納字節的第三款 車型 S5 那S5呢 不管是1比18 或者是這個 1比43的模型呢 他其實有出三個顏色 所以我上次之前影片 有點說錯 他其實還有一個 咖啡棕色 然後呢 這是他們的第三款 汽車 然後呢 這款車子也是 他們的第一款房車 屬於轎車型的 那因為 S5的這個小的模型車呢 在窗邊的那個 鍍刻飾調的那個裝飾呢 他都沒有做出來 所以說你看 S5的話 你會覺得 白色的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 像顏色比較深的這兩台啊 因為旁邊沒有 鍍刻飾調的關係 你就會覺得 他沒有那個 顏色那種 對比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的漂亮 那一樣呢 這些底盤啊 還是有把它給做出來 然後呢 像這個S5啊 在今年呢 他有發表 就是說有這個 GTR支付水野和民呢 然後有把這個S5呢 也是要跟這個U6一樣 改成這個GT220 然後到時候如果上市啊 有沒有 應該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呢 就是 納智傑的 主力軍 那也是讓 那個時候呢 納智傑上市的時候 他滿多虧損的嘛 然後呢 有靠了這台車舊 那就是這個 U6 那這台車呢 也是我們家 第二台 拉斯菌的汽車 那U6呢 他也是一台SUV 但是呢 他相比這個 U7的話呢 其實比較 小一點點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這個 U6的外型 其實真的是 非常好看 在我們住家的附近啊 就很多 開著U6的車主這樣子 哇 哇 GG了 我這個 這一台 模型呢 可能買到雷了 所以說 他這個前輪呢 都卡卡的 在人洞 然後我媽媽呢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的 M7呢 六日要在我們去上班嘛 所以說後來 就再買了一台 U6 給我媽媽媽 代步 那時候本來是 要買U5 但是我媽媽習慣開這個 比較有動力的車子 所以他後來呢 他選擇了這個 U6 然後U6的外型呢 其實 也滿好看的 而且真的U6 是這個 納智傑好像是 賣最好的就是U6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來開的就是這個 納智傑裡面呢 他應該是 2015 16出的 這一台 S3 那他也是納智傑所有 汽車的那個 產品線裡面呢 總價最低的 但是 外型其實 其實我自己覺得 S3的外型超好看的 我們在那個 納智傑生活館看的時候啊 我們那時候看的是 前瞻銀 然後車頂 是黑色那種 凸通色的S3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朋友 覺得說 超級帥 我覺得S3的外型呢 是 比S5再小一點 但是 他的外型其實我覺得 S3的外型 是比S5來的 再更流線 更好看一些 我自己是覺得 S3外型還滿好看的 然後最後就是 U5 那U5就是 我第一隻 拍納智傑模型車的影片呢 然後其實就是這個 U5 那U5的底盤呢 跟這個引擎呢 跟S3呢 他是用 同一顆的 引擎跟底盤 但是呢 外型卻 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是一台 小型的 跨界的SUV U5的外型呢 真的是 非常的帥氣 然後一開始 我朋友 陪我那時候 跟我們家一起去看車子啊 那時候我朋友覺得 他最喜歡的外型是 U5 但他覺得S3呢 他也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這些車子呢 他們的底盤呢 其實呢 都有做還原 但是啊 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 他們的那個 車窗的那個鍍鉻 都沒有把它給印刷上去 我覺得就比較可惜 然後車子的 外觀的豐富度 會少一點點 但他們雖然說是 迴力車 但是做的算精緻 而且你看喔 迴力車的好處就是 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他就會跑了 然後他這個 迴力車那個時候 大部分都是送給 你有去賞車或購車啊 還有的車就會 他會把一些 這種迴力車 當作贈品的 然後送給來賞車的那些客戶 但是我覺得 娜智傑不錯啦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U 他那個 一開始蠻轟動 就他有送去國外啊 然後受這個 撞擊的測試 大家就可以知道 其實娜智傑的車子 都是蠻堅固的 像這個U7 之前啊 我有看那個新聞 一個大陸的台商啊 然後他們在 停紅綠燈的時候啊 對面有一台卡車 就直接這樣 從他的正面這樣 撞進去 前面的車頭幾乎沒了 但是 在他這個駕駛座長的地方呢 都還沒有整個變形 然後那時候 這對台商的夫妻 好像就有寫信 給這個 顏凱太先生說 感謝你 為我們台灣人 做了一台這麼 安全的車子 在就是 我們家開的這個 U7也是啊 有一次我看到 一個新聞啊 就是有一位車主 在山上開 然後沒有注意還怎樣 然後整台車就 往山谷底下 這樣子翻 但是呢 到山谷底下的時候呢 雖然那些板機 外觀都受傷的 很嚴重很嚴重 但是他裡面一樣 在這個駕駛艙裡面 倒是沒有變形機啊 所以其實人在裡面 就是有受一些傷 但是不會整個車子都 擠壓變形 到你很難救 或者是 壓受傷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那這些車子 其實算是 嗯 蠻堅固的 再來就是說 那這些車子啊 有些人會講說 它比較油嗎 但是我們剛好講說 它其實安全性非常的夠 光吃油那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四驅車 如果我們買一台四驅車啊 裝上電池去跑 也許我跑一圈 剛好把那個電池 全部都消耗掉了 但是如果我們把那個 那個車殼啊 或者是底盤 把它掏空 讓車子變輕 那同樣一副電池 它可能可以跑一圈半 但是相對的吧 現在四驅車是玩那個 技術軌 所以說你如果車子 飛出去撞到 如果你是原裝那台沒改過啊 飛出去撞到 你可能就 插傷而已 可是如果你把它 那個底盤車殼都把它掏空 你可能飛出去撞到牆 你就變形壞掉了啦 所以說 納茲捷 他的車比較重 當然可能 會比較吃油一點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真的發生意外的話 他可以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開納茲捷的車子 然後呢也很感謝 燕凱太先生呢 願意幫我們中華民國呢 裝上輪子 讓我們自己有 自己的一個品牌 然後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網友說 他二十幾年前 在跟一個韓國的朋友聊天 他說 那個時候的現代 我現在沒有要挑起什麼 就是他們的談話內容 他說 你們的現代的汽車啊 怎麼樣怎麼樣 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 但是那個韓國的朋友 他只講一句話說 那你們台灣 有自己生產車子嗎 對不對 當然現在 現在現代汽車是世界前五大嘛 車子也很好 我不敢說 納茲捷多好 但是 他是屬於我們台灣人 自己的車子 好吧 那以上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納茲捷全套 1比43這個模型車的開箱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也開啟小鈴鐺 然後隨時接受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白棟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大家 拜拜 然後 拿出來 拿去 最近 感谢观看